由你講靜脈曲張為何會曲張呢? 靜脈曲張你聽過名字顧名詞都知道 是靜脈 是哪一條靜脈才講的? 其實全身的靜脈都可以曲張 但一般我們坊間所認識或最常見的就是腳的靜脈 有些問題的機會就最大 他以知那條血管不正常地漲大了 變成彎曲曲的 所以有個名字叫做靜脈曲張 在腳是最常見的 其實跟成因有關的 但是理論上 那成因是怎樣? 如果在腳出現的成因 其實就是靜脈裏面的活反出了問題 活濕 即是脈曲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腳裏面的靜脈 活反就是單向性的 它的作用就是讓腳靜脈的血液 只會向上 如果不是水向低流 所有血液都會積在腳裏 如果沒有脈曲就很大件事 活濕 就是讓血液可以向上流 不可以沉在腳裏 現在靜脈曲張的原因是因為活濕壞了 沒錯 其實整個病理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活反壞了 摺不住血液 沉塞在腳裏面 壓力越來越大 結果就慢慢曲曲 好像一條河一樣 沒錯 最典型就是大家也會留意到 為何那隻腳的血管漲起來 最典型 好像蟲一樣 但其實醫學上 我們都把這些靜脈曲張分成幾個階段 由簡單到嚴重 都有很多階段 我聽人說 初初的時候 如果他未必是蛇仔 初初你看到你的腳 有一些青筋 突然多得很厲害 都是一個警號 是不是 這些要你回答 都是的 因為其實在醫學上 我們有一個叫Seps Classification 簡單一點 有一個C 就是Kinical Classification 就是臨床上的分類 就是將症候空腸分成六個階段 而最早期那個階段 叫第一個階段 就是一些蜘蛛網狀静脈 我想就是你剛才說 突然多了很多青筋 血管仔出來 其實這個階段 就是那些小的微絲静脈 好像多了 脹起了整個蜘蛛網 走出來 其實在健康角度 就沒有什麼影響 那麼輕微的 就沒有什麼影響 說健康 但是就在外觀上影響 還有很多時候 有些研究報告 就抓幾百個這類病人 去照超聲波 就發覺有一半 這類病人照出來 都是看到有些大的症脈 有剛才說的那些活反壞了 而有倒流的情況出現 那些活反壞了 弄到整條症脈 燃了出來 好像一條蛇一樣 除了不好看之外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絕對有的 最起初就不好看 最起第一期 其實第二期開始 血管已經開始凸起了 脹起了一塊塊 再不好看一點 到第三期 就是腳會覺得 腫脹、痠、痠、累 再遲些 第五期就出現濕疹、痕、痠的情況 通常在這個階段很反覆 第六期就長期有個傷口不好 那些傷口再日之內可以變癌 不要聽說 是啊 沒錯 變癌? 這個通常我都很少說到這麼嚴重 不過劉哥問開 如果長期在身體任何地方 長期有個傷口 正在竹裸附近 長期有個傷口不好的話 因為經常有發炎 創傷的情況 那些細胞是有機會出現病變 形成癌症的 這個也不是常見 但是危險的情況 劉哥,你們外科醫生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外科醫生 就… 肉骨早期那些 即是我作為一個門外漢這樣說 只是有一點點不好看 那就是… 即是… 不要整天站得定了 因為這些呢 有個說法就是 有先天因素還有後天因素 那後天因素 就是如果你經常站在那裡 站得多 不動 還站到定了 即是做一點點 肌肉收縮的動作都沒有的話 那就會比較差 那另外呢 就是… 有空的時候可以就 浪高雙腳 那就會比較好 那這些是早期那些 那但是這些辦法 會不… 即是可不可以令到他 不惡化下去呢? Chad 這些是有效的 有效的 即是有效舒緩 舒緩 但會不會可以防止他繼續惡化下去呢? 但因為始終… 理論上… 當然如果有個人 理論上是… 由早到晚 全部躺在床上 舉高雙腳的 那就可以了 但實際上來說 就不可能有人可以這樣做到的 所以… 實際上來說 無論他怎樣保養雙腳 有時都… 會隨著時間 這個問題會慢慢惡化 難道不少 只惡化得快還是慢 但是有些人的職業 譬如他做受課員的 他做廚師的 那他真的那個工種 就要經常都站在那裏 就是做他要做的事 但是他又開始出現這個了 那麼… 他又沒有辦法 好像剛才說 休息浪高隻腳又不行 那有什麼辦法呢? 挺方便 那就是… 如果是早期的 那他可以穿一些壓力物 壓力物 壓力物 就是緊身醫療用的壓力物 去舒緩問題 以及控制病情 當然也不是說跟治的 那如果再嚴重一點 那可以想跟治他的 就牽涉到某一類型的手術 講緊都是要 那些壓力物 穿有沒有一些竅門呢? 因為有些朋友就說 那隻脈真的很緊 然後他穿完後 他又會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那樣 真的紮住了那個感覺 很緊的感覺 其實這類的壓力物 就是醫學上我們叫做 漸進式的壓力物 英文叫做 graduate compression 即是那些脈 其實一般普通的 在街上那些脈 其實最緊的 通常在脈頭那裏 那裏 在橡筋頭那裏 那裏 但是這類的壓力物 很多時候都是 最緊的地方 就是在竹裸附近 慢慢的壓力 一路上去那個小腿 就慢慢舒緩減 變成他的作用就是 當我們穿了些脈 動動的時候 他就好像泵一樣 就把血在下面 泵向上 然後帶走 避免血墜在竹裸附近 這類的壓力物 也有用的 醫學上也有證據 譬如有些人 有傷口那些 穿了這些壓力物 會令傷口快點好 也舒緩不舒服的 那就是如果 好像剛才那些臨床的分級 他未是很嚴重的時候 就可以用些 非外科手術的方法 就是試試試看 但是可不可以 令到病情不再惡化呢 就很難說 我不惡化 我想就是 保養得很好 保養得很好 如果保養得很好 可能都截著 不惡化 如果保養得不好 因為剛才說 要站得很久 始終工作上 始終穿著襪子 都未必頂得住 還是穿著襪子 再加一些動作呢 就是譬如 硬下硬下 硬下 硬下腳 有時 硬下硬下 有時我聽人說 硬下硬下會有幫助 其實任何動動 理論上 就是我們腳 任何動動的時候 當肌肉動動 都有一個叫肌肉崩的效應 即肌肉收縮的時候 就會折到深層靜脈 即肌肉裏面的靜脈 如果肌肉裏面的靜脈 有些血反就會把血推走 所以不會動 我們任何動動 其實對靜脈的血液回流 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留意的話 發覺我們站在這裡的時候 不自覺地會動一下 走來走去 按一下腳 反而會沒有那麼累 是的 沒有那麼累 要你站在這裡 就受不了 外科醫生 都是有機會有這個病 你站在做手術做那麼久 劉哥 劉哥你覺得 這個我就很有興趣問 有些人 就站好久都沒事 站好多年站好久都沒事 起碼我暫時就沒有事 但是有些人 就可能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已經有問題了 那是不是有些先天的因素 有的 就是醫學上的研究 都是有個 就是家族的傾向 也是有家族的傾向 幾乎所有病都說有家族的傾向 發覺其他成員都是容易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說男士多還是女士多 那絕對是女士多 女士多 因為絕對女士其中一個誘因就是 因為她要懷孕 是 懷孕的期間就很大機會 就是胎兒在肚子裡押著血管 那段時間 被捕壞了那些活犯 是 那關不關高跟鞋事呢 暫時呢 就是 理論上就會有關係的 和我自己的觀察也是有關係的 但是暫時沒有一些很實質的研究 在這方面 就說絕對有關係 是好些還是差些 差些 會差些的 不是穿高跟鞋的時候 要用力會好些 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穿高跟鞋的時候 你會發覺 穿高跟鞋 基本上她的小腿肌肉 是登行的 如果穿高跟鞋 應該女士會知道 我沒有穿 但我留意到 她的小腿肌肉是登行的 而且她走路的時候 腳掌動動是少了 因為腳是黏高了 這樣走 變成這個 就減低了 剛才所說的那種 肌肉弓的效應 於是 而且穿高跟鞋 通常都是站在那裡 坐在那裡 通常人們都不會穿 站在那裡 被人看 腳很長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傾向人站著 穿高跟鞋站在那裡 再增加了 血液的 就是聚在小腿 捉摸的情況 那有沒有說年紀 是不是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因為她的腿肌肉 相對用得久了 所以她出現這個 靜脈曲腸就會容易一些 這個 剛才我提過 其實靜脈曲腸 這個情況 我留意到 如果一些人去看醫生 或者傾向做治療的話 是有兩極化的情況 兩極化的情況 第一個高點 就是 通常年輕人 開始早期有這個問題 她覺得不好看 或者少少不舒服 她傾向一早就做了 這是第一個高位 但之後 通常中年那些有傾向 就算有這個問題 都先拖一下 拖到年紀大了 開始病情嚴重了 真的開始出現 剛才說的病發症的問題 受不了 就被迫著要做 是 那什麼時候才考慮做手術呢 醫學上 正式來說 去到誰 你極其的話 這個什麼時候去做手術呢 其實就是 我跟我們以前讀醫療學校的時候 到了現在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其實她都是分做 一定要做 就是absolutely indicated 和相對來說 需要做 relative indicated 那什麼時候一定要做呢 就是剛才說的那六個階段 裡面 第四或以上 就是腳皮膚開始變色 開始有痕癢 或者傷口 這些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但如果不理她會不會 就是剛才說的其中一個可能 雖然少一些機會 就是她變癌症 但會不會爆的呢 就是她去到某個位 是真的有 很恐怖地 那條血管爆開了 流血不止 都有這個可能性 也有一些個案是 因為那條血管漲得重要 壓力太高 如果那條血管 很接近皮膚 有時候 一損損損了 就有機會流血了 我印象中 都曾經有過 一些個案是 就是流血不止到 有生命危險 都有這些個案 是 教一些聽眾 怎樣處理 如果流血不止 很簡單 對 很簡單 對 很簡單 就是 如果真的 靜脈流血的話 其實幾個步驟 很簡單 第一 就是 不要走來走去 立刻躺下 躺下 躺下 流血的位置 用手指按住 手指可以了 很簡單 靜脈壓力 荷蘭的小孩 沒錯 其實靜脈的壓力 特點就是 壓力很低 只要差不多 我們舉高腳 壓力 在腳上都已經去到負數 就算壓不壓 都差不多會止血 稍微用手指尾按一按 都已經止血了 記住 手儘量乾淨 流血上來的時候 髒一點都先壓住 先壓住 你剛才提到 那些相對的原因 不是絕對一定要做的 看情況 那些是甚麼情況 會考慮做手術 相對做手術的需要 就是早期的情況 第一、二、三期 就是蜘蛛網紋 或者血管瘴起 突起 或者腳有點不舒服 這些在醫學上 就是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做 我們就不會說 一定 都是相對的 譬如有些老人家 就算血管瘴起 突起 有些不舒服 可能都是 叫他觀察著 看著才 無謂去做手術 當然年輕人 有時候傾向 少許不好看 他都想早點做 所以在醫學上 這個早期的階段 是不是需要去做 就很視乎 跟病人溝通 看他自己的 要求 對 要求 看看 有些人會傾向早點做 尤其是年輕人 女士 要穿短褲 是啊 有些老人家 可能真的在這些階段 都會覺得 不用了 我都不是太辛苦 一直拖著 那傳統的手術是怎樣做的 傳統的手術 阿劉哥你做很多 小小時間 一分鐘 三十秒 傳統手術 就是我們用外科手術的方法 就是開傷口 然後把壞血管清出來 一般來說 就是用儀器 整條抽出來 英文我們叫 stripping operation 中文就叫抽筋 但是整條抽出來 會不會少這些東西呢 那手術之後 有沒有特別回理 會不會有辦法 除了傳統之外 有沒有一些新的方法可以選擇 我們點半鐘回來 繼續跟梁家柳醫生 和謝卓華醫生 繼續討論植物曲槍的問題